自去年3月 洪館過窗後 鄭欣怡已因抑鬱症復發 絕跡末前 不過在去年年尾開始 欣怡慢慢重新進入大眾視野 而近日 原來她飛去加拿大 有香港01的讀者報料 說在加拿大 拍到欣怡去到媽媽匪姐的墳前拜祭 見到欣怡細心地整理亡武的墓碑 即使媽媽已經走了多年 但欣怡都忍不住哭 神太好傷心 看得出她非常掛念匪姐 2月19日便是匪姐的死記 相信欣怡提早來探匪姐 而在去年的12月25日 欣怡都曾經上載 和世世15年的匪姐的合照 華聖誕節那一陣 經常都夢見媽媽 令人感慨